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德 非常感谢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 侏罗纪世界进化,欢迎大家的历龄啦 那相信大家对于侏罗纪世界当中的帝王暴龙应该不陌生吧 那个由各种生物基因所结合诞生出来的人造混种恐龙 那只凭他一只呢,就将整个侏罗纪世界乐园闹得天翻地覆啊 但是你们知道原本的帝王暴龙并不是我们在电影当中见到的模样吗 原始帝王暴龙,今天就要在各位的眼前登场啦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帝王暴龙的原始概念究竟是什么模样吧 Go 那在影片开始前呢,大家也别忘了先帮这支影片点个喜欢 那也记得按下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够随时追踪到瑞德更新影片的动态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始帝王暴龙 他的鼻子 哇我的天啊好帅喔 然后他的背部又像这样高高隆起 有点像是旗的感觉 哇靠这一只好帅喔 喔 可是跟電影當中的帝王暴龍相比呢 這一隻給人家的感覺 就不太像是恐龍的樣子 因為電影當中的帝王暴龍呢 就比較是有一種 大家比較熟悉的那種大型肉食龍的模樣 那至於這一隻的人造合成感就非常非常的重 對啊 而且牠手一樣是非常的長 放個羊給牠吃好了 來來來 吃羊羊 吃羊羊 放個羊羊給你吃 牠一樣是利用牠的手手 直接這樣吞啊 這一隻是沒有改過基因的原始帝王暴龍 就連網路上有釋出牠的樣子的圖片呢 也是長這個模樣 天啊 講真的 我覺得如果牠這個型態是出現在 侏羅紀世界二的話 應該會更有看頭 因為我記得侏羅紀世界二前面的劇情 就是有去採集帝王暴龍在海裡面 使得是那個屍骨嘛 就是為了去萃取牠的DNA 如果說當初不是要去製作帝王迅猛龍 而是要去還原這個原始帝王暴龍的話 感覺應該更帥了吧 不過應該就打不過了吧 那我覺得我準備幾個對手 來挑戰一下這隻原始帝王暴龍好了 那第一隻要去向牠挑戰的呢 就是上一集有出現過的一齒龍 來看看我們的一齒龍面對這一個人造龐然大物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靠牠的撞擊去把牠給撞倒呢 唉唷 我們將帝王暴龍一直盯著牠看耶 嚇死人了 他將我們的一齒龍緩緩的走了出去 那我們的原始帝王暴龍呢 也這樣乖乖的等著牠喔 很有趁機偷襲啊 來看一下雙方的體型 差的真的是非常多喔 唉唷 蛇身撞擊 我發現原始帝王暴龍嘴巴張開 基本上是可以把一齒龍的頭給吞進去的耶 唉唷 第二下 哇哇哇 慘了慘了 直接就這樣快速的被收掉啊 也是啦 如果說一齒龍可以靠牠的撞擊 把這一隻帝王暴龍給撞倒的話呢 就有點不太合理了好不好 那我們原始帝王暴龍的血量呢 喔 被扣一點點而已耶 92% 看來一齒龍對牠呢 基本上是沒有造成什麼傷害的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再來準備下一位對手 那下一個對手呢 也是 混種恐龍喔 不過牠是屬於草食系的混種恐龍 就是我們的劍角龍啦 曾經劍角龍剛出場的時候呢 非常的強勢喔 單靠牠頭上的兩根雙腳 可以頂死一堆肉食龍啊 對啊 那你就來看看我們這一隻劍角龍 有沒有辦法一樣是靠牠的腳 去頂死我們的原始帝王暴龍呢 現在我們帝王暴龍 喔 牠還要吃羊羊啊 吃羊羊來補充體力 這樣才能面對下一場戰鬥 吃飽就睡覺喔 這個帝王暴龍的歌星不管是電影版還是這種原始型態 好像都一樣欸 愛吃羊羊 然後吃飽就睡覺 唉唷 我們電影暴龍一樣先開咬啊 那我們劍角龍 喔 直接用尾巴甩牠 那因為我們劍角龍的尾巴呢 是劍龍的樣子喔 所以他主要的攻擊還是會用尾巴去甩啊 但是 是 我的天王暴龍感覺超不爽的 好兇殘喔 直接鋪上去扭斷劍角龍的脖子 你直接這樣被甩一巴掌 感覺是誰應該都會生氣吧 可是氣成這樣也太好笑了吧 節哀順變啦 劍角龍 而且我發現他手手整個折到肚子裡面去欸 這邊剛好是背光喔 稍微被那陰影擋住了 所以他手手整個折到他肚子裡面去 可憐啊 那劍角龍給予我們 帝王暴龍的傷害還蠻高的 僅剩下七次幾他的血量喔 但是 沒關係 帝王暴龍的回血速度還蠻快的 多吃個幾次一樣睡個覺應該就會滿 我們下一位對手也是同樣擁有 帝王暴龍基因的 帝王迅猛龍 在電影的設定當中呢 他是屬於戰爭用的生物兵器 那不知道帝王迅猛龍 面對原始型態的帝王暴龍 能不能夠打得贏呢 喔 帝王暴龍衝過來了 直接上前應戰 那我們帝王迅猛龍小心翼翼的向前喔 帝王暴龍 哎呀 帝王暴龍依然是先開咬 那我們帝王迅猛龍呢 不敢試過咬了回去 但是好像對帝王暴龍沒有造成任何傷害啊 癢癢的 喔 連續咬兩下 利用他敏捷的身軀喔 能夠多咬幾次就咬幾次啊 現在雙方都非常的警戒 帝王暴龍 現在我們的帝王迅猛龍全身都已經出現大面積的傷口 哇 我聽我夢裡 連續咬兩下 哇 喔喔 這就要告訴我們 在回合制當中的遊戲呢 千萬不要有人想要偷機多打一下 對方也會打回來的啊 帝王暴龍就是想說 我速度比較快 我要咬你兩下 結果招式還是被人家學走了 那帝王迅猛龍對於帝王暴龍造成的傷害就蠻重的 他現在被扣到剩下60幾% 對 這三隻當中比較強的還是帝王迅猛龍啊 畢竟他是專門用來戰鬥的混裝恐龍 對啊 他就讓我們帝王暴龍先好好睡一下 等一下再準備迎接下一個對手 來囉 來看看面對這樣的對手 你有沒有辦法順利撂倒他呢 唉唷 兩隻竟然直接碰面了 剛才是要準備開打的是嗎 沒有欸 暴龍跑掉了 暴龍直接跑掉喔 你要去哪裡 喔喔喔喔他要來喝水啊 剛才只是先打招呼啦 唉唷來了來了來了 準備開打準備開打 來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唉唷 喔喔喔 帝王暴龍 他都很急著先攻擊喔 但是剛才這一咬呢 在我們暴龍的脖子上子 造成一點點的小擦傷的感覺 那我們的暴龍 喔 咬得很實在欸 現在雙方都陷入了一種僵持的狀態 兩邊都是強者 欸 暴龍都在咬了一下 那現在看出來我們帝王暴龍身上呢 都有很明顯的傷口了 這場戰鬥到底會是由誰獲得勝利呢 欸 我們的暴龍 身上也出現大面積的傷口了 哇 看來是有一種勢均力敵的感覺喔 那暴龍選擇撤退啊 帝王暴龍這樣靜靜的看著他 看著他遠遠離開 沒辦法 我們帝王暴龍沒辦法輕易的追上去啊 你看他自己都被咬成什麼模樣 現在雙方身上都還帶著第一場戰鬥時候所留下的傷口喔 慘了 慘了暴龍 我們帝王暴龍真的是很厲害欸 咬出暴龍的頭 但是我暴龍甩開 沒有用 完全不讓暴龍有喘口氣的機會啊 雙方身上都是傷嗎 就看誰先發動攻擊啊 那這隻原始地王暴龍呢 我決定 要來把他保留在這個園區當中了 所以就出動吧 我的直升機 來去把他給麻醉了 來來來 不要亂動喔 打個針而已 不會痛的 有了有了 死打麻醉劑 他並不是這麼容易麻醉的 賣照賣照 喔 他躲到樹林裡面去了 這樣我就不太好打了 糟糕 欸 打到了打到了 OK 那這樣就可以把他釣到別的斬區當中了 欸 來了來了 那你在這邊又乖乖的啊 跟我們的孔爪龍小朋友來當朋友 你這樣已經嚇到人家了啦 你看 人家想說跑過來跟你打聲招呼 你嘴巴就這樣那麼開 嚇死人了 你看你看 我們的孔爪龍過來要跟你交朋友欸 你不要嚇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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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幹嘛 孔爪龍現在在試探他喔 發心打不贏 快跑 真可愛 好啦 我們今天原始地王暴龍的展示呢 就先到這邊暫時告一段落 那之後如果說還有其他更特殊更特別的恐龍的話 Rade找時間 找機會再來拍給大家看囉 那如果是你們也喜歡看Rade玩 諸羅技世界進化這款遊戲的話 也千萬別忘了幫影片點個喜歡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Rade這個系列 才可以一直這麼長久的連載下去啦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1 好了 3